人只是看了一眼别的男人 而婆婆却直接将热水拖到了男人的脸上 很快就到了文艺演出的日子 张元元表演完后 舞台下发出了热烈的掌声 沈灵 我很期待你接下来的表演呢 是吗 那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待 你还真是死鸭子嘴硬呢 我看看你待会能跳出什么来 红衣裳在多方 其他的门下光 我和其心生与你怀 唱一杯水流淌 难逢当不共享 听日极乐极量 五花万九一人爱 千年不别的夕阳 与此同时 舞台下爆发起来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这掌声要比给张元元的鼓掌更加热烈 表演的也太好了 我看着看着都热了盈眶 都想哭了 是啊 这让我想起了革命的阵容岁月 我刚才还觉得张元元的舞蹈就已经足够震撼了 没想到沈黎的舞蹈更好 而且沈黎的舞蹈跳出了一种革命精神 将整治舞蹈的主题就升华了 那个意境瞬间就不一样了 没想到沈黎一位君嫂 竟然能跳得比文公团的团长还要好上千万倍 这沈黎该不会真是天上的仙女下反头胎转世吧 怎么什么都会呀 又会做科学研究 坐那个海鲜车 又会做罐头场 还会跳这么好看的舞蹈 陆景川运气真好啊 娶了个这么美的仙女老婆回到家 怎么可能 她怎么可能跳得这么好 沈黎他们的表演结束后 大家伙也退了下去回到了休息室内 嫂子们 我刚才在台上表演的咋样啊 有没有给大家拖后腿 有没有掉链子啊 没有 你刚才表演的特别好 不仅是水仙嫂子 我们在座的各位都表现得很好 比平时还要发挥的好很多 我今天看着舞台下那些人看我的眼神啊 都是欣赏 都是赞美 我当时是心口扑通扑通的跳啊 都快跳出嗓子眼来了 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人用这样热烈的眼神看着我 萱萱激动的 她小脸红扑扑的 激动的心口都在轻微的起伏着 而且我对象 以前从来不怎么关注我的 从来都是对我挨搭不理的 可是今天 我在舞台上跳舞的瞬间 我和她对视了一眼 我看到她眼底看我的那种惊艳的感觉 虽然只有短短的几秒钟 但我也已经很开心了 说着说着 萱萱眼圈有点红了 看得出来 萱萱和她老公的关系并不太好 沈黎来到海岛上也听说过萱萱的事 大概是萱萱她喜欢她的老公 从青春期的时候就暗恋爱慕她 但是萱萱的老公对她没有什么意思 但萱萱的爸爸当初为了救萱萱老公爸爸去世 两家就定下来婚约 相当于萱萱的男人娶她也是为了责任 男方对她感情并没有多少 你表现得很好 萱萱 其实你挺漂亮的 女人也很好很善良 你就是平时太内向了些 最主要的还是你要自信起来 女人自信的时候是最美的 文艺演出结束后 因为今天是中秋节 所以组织上组织大家一起在院子外聚餐 不少军人和军属都聚集在了这里 沈黎见到了不少生命后 嫂子好 嫂子好 实际上沈黎的年龄在海岛上算是比较小的 但是碍于陆景川的军衔 不少人都在喊嫂子 陆大哥 娶到嫂子这么好的女人 你可真有福气啊 我的确是有福气 沈黎目光落在了不远处的萱萱身上 对比之下 今晚来参加的这些 其余的嫂子们穿的都很体面 都打扮得花枝招展的 只有萱萱打扮的还是这么朴素 在人群中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你看看人家都那么漂亮 你看看你长得那么普通 要不是当年你爬上我儿子的床 我儿子也不可能娶你啊 我看着全海岛上也就你最懦弱 拿不出门去了 你呀就只会给我儿子丢脸 我儿子真是倒了十八辈子血眉 娶了你这么个村里来的土包子 这些话比较尖锐 虽然隔得有点远 但沈黎还是听到 萱萱的小脸惨白 她求助性的望着对面的男人 可是男人只是弹幕说了句 妈 你多吃点 男人却没有半点维护萱萱的意思 仿佛对这一切都习以为常 萱萱脸色惨白 低垂的小脸 只能低着头默默的看着碗里的饭 沈黎看到了她强忍着的眼里的泪水 见到萱萱这副样子 沈黎都很心疼她 看什么 我在看萱萱和她对象 刚才我听到萱萱她婆婆骂她的一些话 骂得挺难听的 她婆婆对她态度那么差 可她老公却一点都不向着她 反而挺冷漠的 刚才不少人的目光都落在她身上呢 她一定很难堪吧 她对象对她态度一直都挺冷淡的 她婆婆也比较厉害 说的话是挺难听的 经常骂她 有的时候会打她 竟然还会对儿媳妇动手 嗯 那萱萱她会反抗吗 她从来都不反抗 每次都是任达人骂的 就像软包子似的 也因此她婆婆就越来越过分了 怎么会这样 萱萱跟自己同岁 还那么年轻 难道要一辈子受这种窝囊气 老公不疼 婆婆尖酸刻薄 再好的女孩都会被这样的日子 给切磋坏了吧 沈梨想到了上辈子的自己 她对萱萱非常能感同身受 你怎么对她那么关心 我只是觉得她有些可怜 你呀 就是太善良了 这个世界上可怜的人多得去了 你要是谁都可怜 可怜的过来吗 你说的也是 但是萱萱在罐头厂干活 还跟我们一起练舞 他人还是不错的 如果萱萱有需要帮忙的地方 我也会尽我所能的去帮助他 嗯 不远处 萱萱听到了嫂子们的对话 也朝着沈梨那边看去 吃饭就吃饭 东张西望的干什么 听到这声尖锐的责骂声 萱萱像是受惊了的小兔般回过神来 低垂着眼眸埋头吃着饭 但吃到嘴里的 她已经不知道是什么味了 满脑子想的都是沈梨夫妻亚的恩爱 这才是她想要的夫妻生活呀 一天到晚站没站像做没坐像的 吃个饭还东张西望的 没有一点大家闺秀的样儿 要是雪知 就不会跟你似的 人家可是正儿八经的大家闺秀 也只有大家闺秀才配得上我儿子 她声音不大不小 却也足够能让周围人都听到 那些一样的探究的目光落在萱萱身上 她只觉得那些目光就像是最尖锐的一样 狠狠地扎在了她的身上 这一次 她不知道是从哪里生出来的勇气 可是苏雪知还不是跟你儿子分手了 你想让她当媳妇 可她却不愿意嫁给你儿子 李秀梅扬起桌子上的一杯热水 竟直接朝着萱萱的脸上狠狠泼了过去 有种你再给我说一遍 这也太过分了吧 是啊 萱萱的婆婆咋能直接用热水泼她呢 林萱萱 你干嘛道歉 萱萱不可置信地望着她 浑身僵硬地站在原地 你说什么 我说 让你道歉 你根本就不在乎啊 萱萱委屈地直接跑了出去 继心平领眉 不知道为什么看到刚才林萱萱掉泪的样子 她一时间心底有些难以言喻的不适感 看看你娶的好媳妇啊 不孝顺婆婆也就算了 竟然还敢顶嘴 我不过就是教训了她一下 竟然当众耍威松给我难堪了 妈 您消消气 你这儿媳妇要气死我 我当初让你跟雪之和好了 你那个自尊心啊 强得很啊 你骄傲着呢 就是不肯低头 结果好了 被林萱萱这个小丫头骗子抓住了机会增空子啊 我看这样下去 你也不用给我养老了 我被这小贱人气都要气死了 哪里还能活到老啊 有这么个儿媳妇 我少活十年呢 妈 您放心 晚上我会让她乖乖给您道歉 有人在海边看到一件奇怪的事 她看到前方不远处 一个女孩慢慢的往海里走去 而此时的海浪越来越大 再往前走肯定就会被海水冲走 萱萱 你别做傻事啊 嫂子 我真的不想再这样活下去了 我感觉好累 有什么事跟嫂子说 嫂子帮你好吗 别一时冲动 嫂子 我真的不想再过这种生活了 可以跟我说说你的事吗 你可以把你的烦恼忧愁 难过所有的负面情绪都告诉我 说出来你会好事很多 你真的愿意听吗 都不是什么好事 嗯 我愿意听 你放心 你的事我不会往外说出去半个字 那我跟你说说我跟季清平的事吧 我原本在农村长大 无忧无虑 小时候 我妈妈得了尿毒症去世了 从此我们父女俩人相依为命 后来 我爸就进城里去了一家机械厂里打工 而季清平的爸爸 就是这家机械厂的厂长 当时我还不认识季清平 有一天 机械厂有一面围墙倒了下来 我爸为了救厂长而牺牲了 临终之前 萱萱的爸爸浑身是血 虚弱无力的看着厂长 祈求着 厂长 我的女儿救我这么一个亲人了 我死了 我女儿就没有爸爸了 能不能求你看在我救了你的份上 您收留我的女儿 好 我答应你 从那以后 萱萱就被厂长收留了 从村里搬到了城里 那一年 萱萱十六岁 她穿着土力土气的衣服 出现在了厂长的家中 你咋带回来个女孩啊 这是从村里来的吧 这身上脏兮兮的 不会没洗澡吧 李秀梅居高临下地望着林萱萱 一脸嫌弃 脸上都是城里人的傲慢 以及对乡下人的鄙夷 我 我洗了澡的 你怎么说话的 这位是我厂子里员工的女儿 叫林萱萱 她爸爸为了救我 去世了 她没有亲人了 我答应了她爸爸 要收留她 啊 怎么看你虽性气似不强 还不是因为事情有些多 所以经常熬夜 那你喝这个提提神吧 哦 这是何物 瞬间就不困了 这是我在抖音商城买的瑞幸咖啡 好喝又提神 上面很多都不到九块九好吃又便宜 我还买了好多小零食 现在赶上双十一有超多优惠 宣现实发放 真的买的值 现在点商城进入秒杀频道 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买 今天双十一我给大家争取到了超多专属优惠 就在评论区先到先得优 好 我现在就去试试 林萱萱眼圈发烫 有些湿热了 她强忍着不要让泪珠掉落下来 从今往后 林萱萱就住在咱们家了 秀梅 清平 往后你们俩要对她好一些 知道吗 麻烦死了 看到李秀梅脸上的表情 林萱萱一时间觉得窘迫极了 紧张得恨不得找一个地方 然后钻进去 你好 我叫秦清平 往后你可以喊我哥哥 你好 哥哥 她试探着伸出小手握住了秦清平的手 你还真跟她握手啊 乡下人身上手上有多少细菌了 脏死了 你少说两句吧 要是没有萱萱爸爸 我早就死了 你该好好感谢人家 那让她住在咱们家 也是便宜她了 萱萱知道李秀梅不喜欢自己 她就尽可能的让自己勤快起来 讨离阿姨的喜欢 白天萱萱干完所有的活 晚上就关上房门开着灯学习 可看着这不及格的试卷 她还是难过的趴在桌子上 压抑着声音哭了起来 萱萱 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没 没什么 开门 哥 有什么事吗 这么晚了 还在学习 我从村里来的 跟不上这里的课程 想着多学一点 已经十二点了 你明天还要早起上课 去睡吧 可是我还学不会 明天放学来我书房 我教你 真的吗 谢谢哥哥 从那以后 季清平每天都会辅导 她的学习功课 那些做错的题目 都被她标注了出来 她会细心的复盘 这个题目为什么做错 然后根据这方面知识的空缺 再针对性的教她 就这样学了一学期 她从倒数第一 逆期成了班里前三名 期末放学那天 她捧着奖状 满心欢喜的回到家 哥哥 我考了第三名 加油 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萱萱拆开一看 发现里面是一根精致华美的钢笔 谢谢哥哥 我回家被努力学习的 过阵子就高考了 期待你考出好成绩 有了季清平的知识 萱萱越发努力学习起来 她的成绩也一次比一次好 直到高考结束 这天 萱萱回到家 发现家里格外热闹 萱萱 你赶紧过来收拾东西 擦擦桌子 擦擦椅子 还有啊 这桌子上的花瓶也要擦擦 家里这些相框上面的灰尘了 也别放过 都擦干净了 大姨 是家里发生了啥喜事了吗 当然是一件大喜事啊 我们家清平啊 这次要带女朋友回家呢 萱萱一下子愣在了原地 她跟雪芝青梅竹马 俩孩子从小一起玩感情就很好 那雪芝啊 她爸爸家里也是开场子的 条件也不错 跟我们家清平是门当户对 这个儿媳妇啊 我可是满意的很 萱萱攥住抹布的手紧了紧 她低垂着小脸不声不响的擦桌子 擦得仔细点 脚脚落落也全都不能放过 擦完了记得拖地卡 待会得给雪芝留下好印象才行 我得赶紧去厨房炒一桌子的菜 没多久 季心平就回来了 妈 我回来了 此时 季心平身侧还挽着一个身穿着洋气衣服 长相温婉漂亮的女人 雪芝 你可算来了 我做了一大桌子菜 都是雪芝你爱吃的 谢谢阿姨 还叫什么阿姨呀 以后啊 该改口喊妈了 雪芝啊 我小时候看着你们俩在一起玩 我就知道你们俩就天生是一对 我心里就有这个想法了 没想到啊 我多年的梦想成真了呀 苏雪芝敏唇笑着回眸看向一旁的寄星品 一旁的萱萱见到这一幕 心底生出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来 这位是谁啊 她是林萱萱 是我妹妹 她 是我们家书养的女孩 她跌在场子里出鸟是死了 我们家看她可怜就输留她了 萱萱你好啊 以后你可以喊我嫂子了 初次见面 这是我给你准备的礼物 林萱萱抬起头来看着那个闪闪发光的珍珠发甲 她哪里配得上带这么好的东西啊 你还是收起来吧 怎么不配了 我看萱萱长得也很好看啊 谢谢 但我不需要的 你嫂子送你的东西 你就收下 苏雪芝走上前去 将珍珠发甲别在她的头发上 以后刘海就不会挡住你的眼睛了 谢谢 林萱萱抬起头来 鼓起勇气跟苏雪芝对视了一眼 她可真好看啊 也难怪季清平喜欢她 我是个女生都忍不住要喜欢她了 好了 一起吃饭吧 这天结束后 季清平经常跟苏雪芝约会 两人很温爱 如交似习 所有人都以为他们会结婚了 直到季清平考上了军校 去了北平 季清平跟苏雪芝变成了异地恋 而林萱萱考上了北平附近的大学 她的学校恰好跟季清平的军校挨着 两个大学附近有一条美食街 林萱萱经常在周末偶遇到来美食街的季清平 但每次遇见 季清平都不是很开心的样子 一次她在餐馆听到季清平跟她朋友聊天 兄弟 异地恋就是这样啊 咱们这边入学的异地恋没几队能坚持下来的 异地恋很苦的 咱们这些男生没少 但对女生来说很难坚持的 我刚入学的时候 班里的都是有女朋友的 可没多久就渐渐的陆续都分手了 不是这个被分手啊 就是那个被绿啊 被绿都是三天两头的事 你这种情况还好啊 只是女朋友跟你闹一闹 跟你冷战冷战 我比你更惨 每个月都会寄钱给我女朋友 情愿节生日之类的节日会寄钱 寄礼物件包裹给我女朋友 我还以为我运气好呢 别人都分手了就我没分 结果你猜怎么着啊 我上次就下回家 我没告诉她 想突然出现 那给她个惊喜来着 结果我去了我女朋友家 你猜怎么着 怎么着 继续说 我跟你说 结果我堵住她 跟另外一个男的滚床单呢 特末的 玩得比跟我在一起还化啊 我本来想着 留着彼此的第一次 留到结婚的时候 结果之下好了 我碰都不舍得碰一下的 女人跟别的男的 那个画面我越想越恶心啊 兄弟 这么惨吗 我现在一滴就感觉好害怕 男人托妹妹 给自己的女朋友送信 可妹妹却看到了 女人跟别的男人在一起暧昧 你们在干什么 行行 你别误会 我是被迫的 没错 是我主动在追求苏小姐 也是我强吻的她 林轩轩咬着唇 只觉得心底一片冰冷 你说谎 刚才我都看见了 这就是季晴平喜欢的女人吗 之前还以为 苏雪芝真的纯洁美好 可没想到她也跟那娶女人一样 你想干什么 我警告你 你别想伤害雪芝 你们想多了 我只是过来送信的 这是季晴平给你的 送完信 林轩轩起身就要走 林轩轩 你喜欢季晴平对不对 林轩轩听到这话几倍一加 还真让我给说对了 你竟然对她有那样的心思 真是恶心 就算你告诉季晴平也没关系 你想告诉的话尽管去告诉 我倒要看看季晴平选择相信我 还是相信你 林轩轩拖着僵硬的脚步 起身离开 她有自知之明 她当然知道在季晴平心中苏雪芝的地位 那段时间林轩轩在心底一直纠结 她有些犹豫要不要告诉季晴平这件事 就算自己说了 季晴平可能不会相信自己 可要是不说的话 难道要眼睁睁地看着季晴平被蒙骗吗 林轩轩纠结了很久 一直到季晴平被分配到了遥远的海岛上当军官 季晴平在出发前 有一次短暂的回家休假的时间 林轩轩鼓起勇气 决定告诉季晴平 这天 季晴平出去跟苏雪芝约会了 回来时脸色就看上去很不好 我那天 看到苏雪芝跟一个男人搂搂抱抱 我觉得 或许他不值得你对他那么好 他不值得 那谁值得 你吗 林轩轩愣在原地 只觉得浑身的血液似乎都倒流了 大脑瘟的一声 一片空白 你在说什么 这是什么 季晴平拿出一个日记本 丢在林轩轩面前 等看清那日记本时 林轩轩小脸瞬间惨白 这是他的日记本 记录了他的少女心事 也记录了他对季晴平的一些爱慕 你自卑 出身差 内心阴暗 极度雪智的光鲜亮丽 极度雪智的出身 竟然还诋毁他 林轩轩一颗心像是被最锋利的刀子狠狠刺重视的 在他心里 我就是一个内心阴暗的人吗 谁知告诉我 你喜欢我 跟我分手了 哭着说成全我们 我一开始还不信 可现在 看到这东西 确实相信了 我没想到表妹上看上去这么乖 却竟然找雪智威胁他 恐吓他 我没有 不是那样的 是他早就出轨了 早就想跟你分手 拿着我的事当借口 你给我闭嘴 现在雪智跟我分手了 他出国了 你满意了吗 林轩轩无声落泪 此时李雪梅走了出来 听到这些话 戏的仰手狠狠给了林轩轩一个耳光 你这个小贱人啊 你逼走了我的儿媳妇 你咋这么贱啊 林轩轩一张小脸被打得红肿 她无助地看向季清平 可男人却只是淡默地看了她一眼 随后起身离开 那天 林轩轩被打得很惨 浑身上下没一处是好地方 而季清平也只在家里待了一天后 就踏上了去海岛的路途 或许是看着林轩轩还有些用处 李秀梅没把她赶走 她以为跟季清平之间也就这样了 直到苏雪智生日那天 季清平休假回家了 李秀梅就赶紧撮合着苏雪智来到家中 雪智啊 你跟我们家清平俩人有误会 小情侣吗 吵吵架分分合合也很正常的 之前我们家清平在部队里 你们俩没时间好好地谈一谈 现在好了 正好我们家清平休假回家了 阿姨给你们创造时间和机会 你们有什么心结 今天就敞开聊聊 李秀梅殷切地拉着苏雪智的手 雪智啊 你别把我们家这个脱油瓶当回事 就算她喜欢我们家清平又能怎样 清平她始终爱的人是你 一旁的林轩轩躲在屋子里 听着这些话 她觉得自己像是下水道的老鼠一样不堪 阿姨 谢谢你那么喜欢我 但我实在没有夫妻成为您的儿媳妇了 我家里也不赞同我异地军练 可以不用异地军练的呀 等你们结婚了以后 你就可以随军了呀 和我们家清平一起在海岛上生活 这样你们俩天天住在一起 这不用再承受相思之苦了 但我爸妈就我这一个女儿 我去了那么远的海岛上 就没有办法留在他们身边尽孝了 其实我也想和清平哥哥在一起 我也很爱她 我也无法割舍掉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 可是没办法我得听从我爸妈的话 我不能让我爸妈伤心 毕竟把善向为先 说着说着苏雪之的内调下来 我爸爸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 双方家里都已经定下婚事了 我这次来是送结婚请帖的 什么 李秀梅的身体重重地摇晃一下 她有些站不稳 脸色发白 我真的很珍惜我和清平哥之间的感情 可是没有办法 这是我不能选择的 清平哥 后天你会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后天 这时间这么赶的吗 好 这一刻 继清平感觉天都淡了 其实我和清平哥分手 也不仅仅是林轩轩的原因 也有家里的压迫 也有我的无奈 清平哥 希望你能理解我 李秀梅心知道这个儿媳妇的事没有着落 那你好好的和清平聊一聊吧 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你真的要嫁给他吗 我身不由己啊 我没有办法 清平哥 一开始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真的每天都好甜蜜好开心啊 可是后来当你去了上了军校之后 我们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少了别人 每天都有男朋友陪伴 每天都可以收到鲜花 每天都可以和男朋友一起吃喝玩乐 做尽一切浪漫的事情 而我只能孤零零的羡慕的看着别人 对不起 是我让你受了这么多委屈 或许这就叫做有缘无分吧 我们虽然相爱 我们虽然有缘 可我们却不能在一起 希望以后你能好好的 说完他 哭着抹着眼泪跑了 只留下季清平一个人浑身僵硬的站在原地 苏雪之结婚的那天 季清平喝了很多酒 而此时林轩轩正准备睡觉 突然房门却被猛的踹开了 一身酒气的季清平亮亮呛呛的朝着屋子内走了过来 你怎么喝了这么多酒 你先坐一下 我去给你煮点醒酒汤 季清平突然拉住了他的手 别走 季清平 写之 不要离开我 男人意乱情迷的喊着 林轩轩小脸惨白 泪水滑落了下来 第二天一早 季清平清醒过后 沉没了很久 好啊 你个小贱蹄子 竟然爬上了我儿子的床 看我不打死你 可他婚后却对我很冷淡 只有新婚宴那一晚碰了我 从那以后李秀没更是把我当成 眼中叮咚不动就骂我打我 我有时候在想 这样的日子 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其实你没必要在季家当牛做马 你总觉得他们收留你 你当牛做马暴打他们 可这本身就是他们欠你的呀 如果不是你爸爸救了季清平爸爸 你也不会失去爸爸变成一个孤儿啊 你总是很自卑 你自己都轻视你自己 又怎么能让别人尊重你呢 我的确很自卑 因为我无父无母 我什么都没有 我那么普通 出身也不好 萱萱 我发现你这个人最大的问题 就在于你总是挑你自己的次 你总是在说你自己的不好的地方 你没发现你自己已经在精神上虐待你自己了吗 精神上虐待自己 是啊 你虽然出身农村 但海岛上很多嫂子都出身农村啊 我也出身农村 出身农村又怎么了 这说明咱们跟正苗红 沈黎跟萱萱聊了很多 而萱萱也觉得沈黎说的很有道理 她决定为自己而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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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